HELLO 大家好,我是史丹利 富汗漢獎的現場頭瑞恩 在831羊架大線前 攪出了一場七局無視分的超優質好投 連同前一場對兄弟五局無則師 目前他的防禦率維持在完美的零 基本上是交出100分的考卷 通過期末考了 賽後就算由總教練也大讚瑞恩表現精彩 控球比第一場好很多 也期待他下一場可以越投越好 眼下記憶也表示 瑞恩會跟富蘭哥、肯特 一同列入831四名羊架內 設在一起名額 應該會有五隻跟現場頭恩利來爭奪 那本集影片就讓我來解析一下 瑞恩期末考的表現 也聽聽補手張靜德 對於這位現場頭的評價如何吧 首先來快速介紹一下瑞恩的來歷 目前26歲,來自美國的他 有193公分的身高 他在2018年投入選秀會時 獲得了香尾蛇第四輪的高順位殖名 簽約後只在新人聯盟投了一場 就馬上晉升到DJEA 正式開啟他的小聯盟生涯 瑞恩在香尾蛇一路待到了去年 好不容易撐過了艱困的疫情時期 就要成績爬升至3A 角色也從先發左往後援 但一直無法升上大聯盟 畢竟他在香尾蛇3A合計40局的頭球 就丟掉了27分 防御率高達6.08 沒被升上去確實也不太意外 也因為去年紀中 香尾蛇迎來前三養獎得主 Dallas Kegel 為了要清出40人名單的空間 他們選擇把瑞恩給爹飛掉 所幸皇家對他有興趣 把他從讓入名單中撿走 並放進了40人名單內 安排瑞恩到3A實戰觀察 可惜的是轉隊後的他 成績不盡反退 瑞恩在皇家3A的防御率來到7.82 比香尾蛇時期還要難看 但皇家對他還算有耐心 至少去年賽季結束後 沒有馬上跟他說再見 還讓瑞恩帶到了驚嚴 但他的表現依舊沒有起色 14局的頭球送出了20個40球 特別是多達6次的促身 這控球實在太暴走 也讓他在5月中遭到釋出 主要有大西洋聯盟發展 加入大西洋聯盟約兩個月的時間 瑞恩成了涼帶剛的隊友 同樣效力以海波英特搖滾越守隊 在9場先發中拿到5勝3敗 防御4.61的成績 看似普通 但其實從山陣、寶宋等數據觀察 瑞恩的壓制力是很不錯的 過往中止有不少 超過190公分的羊巨頭 角處向他亮眼的成績 包括了羅莉、羅昂、布雷克等 這可能也讓富邦找尋羊頭的過程中 注意到了瑞恩 因而把他從大西洋聯盟網羅過來 在8月初的時候加入富邦很降 雖然瑞恩是第一次來亞洲之邦聯盟打球 但他對台灣並不陌生 畢竟他跟羊帶剛當過隊友 蝦韋蛇時期也跟林凱威熟識 皇家時期的隊友伍姿 現在也來終止打球 而且兩人還同一隊 應該也有更快幫助到他 去融入新環境 也因為瑞恩抵達台灣的時候 距離8-3一陽戰大線 沒有剩多少時間了 所以投了一場二軍先發後 富邦就把瑞恩拉上一軍 初登板面對兄弟 他雖然演出五局無則師的表現 拿下來台首勝 但五局花了101球 過程中送出三次寶送 讓我對他的控球狀態有滿大的疑慮 休息六天後 瑞恩迎來第二場先發 面對未全龍的前兩局 控球狀態跟上一場差不了太多 守名打者李凱威就連四顆壞球保送 加上很多速球往紅中直直塞過去 被龍隊接連鎖定 雖然都沒有掉分 但看起來是隨時會爆炸的 沒想到後面五局的投球 瑞恩只有一局出現小小亂流 剩下四局全部都是以三上三下的方式解決 而且大秀K攻 最後以7局8K 4安打2-4死的表現 跟富蘭哥、曾俊月 連手完封的下半戒龍頭未全龍隊 也中隊的龍隊在天母的五連勝 賽後邱總提到 這球比前一場更穩、滑球也投得更到位 本來也無問他要不要續投第八局 但瑞恩考量自己投到後面 比較沒有那麼有利了 所以富邦才決定換投 用牛棚來守護勝利 連續兩場跟瑞恩搭配的補手張靜德則表示 這場瑞恩在成功的地方 是他很積極去進攻好球帶 很勇於跟打者對決 讓隊友來幫忙他 也因為多數對決時 是在球速取得優勢的情況下 自然也就比較容易有好的結果 阿德也透露瑞恩主要以來四個球種 除了上一場有投的深卡、卡特、滑球以外 這場還搭配了變速 雖然丟的頻率不高 但至少讓左打者知道他有這顆球 對於配球策略上是有很大幫助的 如果要選一個瑞恩這場丟最好的球種 張靜德的答案跟我一樣 都是卡特球 瑞恩的卡特球速度可以超過140公里 轉速落在2400到2500轉之間 幫助他取得了大量的揮空 我們可以看三局下 三陣零效成的這顆 應該就是他的卡特 速度來到144公里 呈現的是縱向位移 第一時間看起來會進到好球帶 但最後突然下墜掉在下人的位置 楊零效成揮空後滿臉問號 還轉頭去跟主審確認 自己達到這顆 會辦好球嗎? 除了卡特球以外 瑞恩還有一顆滑球 軌跡跟卡特有點像 當滑球比較總很像的位移 速度稍微慢一點 轉速更高 有一顆甚至測到3257轉 是在二局下對蔣少洪投出來的 但因為瑞恩全場只有一顆的滑球破3000轉 其餘都在2800轉以下 所以我猜應該是儀器小故障啊 至於瑞恩最快的球種當然是他的升卡球 這兩轉波急速來到153 而且是在他已經用超過80球的第七局時 偷出來的 看起來還非常有利 在前面兩局的時候 瑞恩丟升卡的頻率非常高 前兩打起7顆球甚至全都是升卡 雖然速度快但控不太進去 而且龍隊打著也不畏懼 平平把他的升卡打出去 要不是捕手張靜德兩次精彩的長團主殺 瑞恩恐怕早就爆炸了 不過要選這場比賽富邦銀球的隱藏MVP 我一定會說是張靜德 因為他這兩次主殺真的太重要 特別是第二局那一次龍隊下落戰術 打者出棒的掩護 瑞恩還投了一個很偏的壞球 只有張靜德接到後馬上甩向二壘 把腳成不慢的陳品傑主殺出局 我真的很想知道前宮會怎麼摸這個play 邱總賽後也有說 他認為張靜德帳面上雖然只有一隻安打 但對富邦來說卻是價值也成 幫助富邦打回第三分 也延續住了球隊的氣勢 這個貢獻也是教練團最樂於看到的 那度過了前兩局的危機後 仍然從第三局開始很明顯的減少投升卡球的頻率 增加了大量的卡特球跟滑球 也因為他的卡特球速度只比升卡少了大概5公里 而滑球也可以丟到接近140 甚至偶爾投一顆的變速球也丟得很快 讓龍隊打者被搞得非常亂 很多時候預判是升卡過來 出棒才發現是卡特 很難確實去擊中球型 又或者是像蔣少鴻這樣 在第四局跟第七局時 他兩度打擊出現插棒被捕的情況 第七局的吞K 感覺上是抓轉了要打卡特 結果是更慢轉速更快的滑球過來 沒有如他預期往內轉 反而往外掉 讓他直接定在原地 呆呆的望向逐身 當其他球種擾亂打者後 任何再丟升卡球就更有效果了 這場比賽我印象非常深的有兩顆 第一顆是三局下 三陣掉張震宇的升卡 從伯雷板中間的位置 一路往左打者的外角掉 掉的速度很快 移動範圍也超大 張靖德最後接到的時候 已經是在好球帶外面的壞球了 第二顆是六局下 對林孝成一樣是面對左打者 這次是從打者偏高的位置 150的升卡 一路串升到好球帶的外側 對林孝成來說可能太外角 但不偏不疑 就壓在6號跟9號位的中間線上 這球就算打者有心要去捧 也不一定捧得到 看完這場比賽後 我心中對於瑞恩的評價又更高了 不但帥高又有球威 兩種速球系的升卡跟卡特 加上轉速高的滑球 交互運用真的平平讓打者會空 像他的K9值來到9.75 會空率更是突破了30% 遠遠高於聯盟平均 也因為這樣 瑞恩雖然跟安德聖、肯特同樣 屬於滾地球型的投手 但因為他有強大的三陣能力 所以遇到危機的時候 也不一定要仰賴隊友的防守 可以自己掌控場面 這也是他更有優勢的地方 以富邦竟能早的先發行陽頭來看 我覺得瑞恩是最有機會成為王牌投手的 不過他跟羅昂、羅莉、布雷克這種巨頭 打起來又不太一樣 因為前面舉的這三個例子 都有一顆縱向的紙叉當武器 搭配直球讓他的身高 還有高壓的投球姿勢發揮到最佳效果 可是瑞恩沒有在丟紙叉 變速很少用 甚至連慢的曲球也沒有 四個球種全都很快 如果要講一個中職最依賴卡特的羊頭 那我第一個會想到的是豪靜 只是他的卡特球今年威力已經大不如前了 瑞恩還有一個優點 目前兩場投完 他的被打擊三圍是1-2-1 被打擊率跟被長打率一模一樣 換句話說就是瑞恩至今 還沒有被打過任何一支長打 六支安打全部都是短程的夜安打 當然也有可能是他還沒投過樂田啦 但這個特質我覺得非常重要 特別在紀錄賽的場合中 前提是富邦要能進才有機會派上用場啦 當然瑞恩還是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像控球 這場對衛拳還是有一次四懷保送 外加一次畜生球保送 這種突然失準的情況必須要盡量避免 還有續航力的部分 是不是真的在80球後就會容易沒力 還是只是因為剛來的關係 這我們可以後續再持續觀察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你覺得瑞恩奇莫豪的表現如何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吧 我是閃利 那我們就下集影片見囉 掰